各位好,我是本期新闻众扫官李淳,大淳又来找您聊天了。 您有生三孩的计划吗?相信这是很多人近期都能听到的问题。 现在,伴随着三孩政策正式进入了立法程序,中国的三孩时代也将正式到来。 在正在进行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,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备受关注。 修正草案明确,国家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,同时也删除了一些与三孩生育政策不适应的一些规定。 那么这也意味着,中国计划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三孩政策,完成这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落地的最后一环。 当然,大家关心的像生不生得起,养不养得起这些问题,也在修正草案中有了明确的回答。 那么草案规定了一系列三孩政策的配套设施,包括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违孕期、孕产期的保健服务,推动建立普惠托育的服务体系,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立妇女育儿嫁等等。 而对于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来说,这无疑是一些好消息,当然也让三孩这个话题再次成为了舆论热点。 事实上,尽管三孩政策是今年才提出的,但是我们国家对于人口的发展一直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和调整。 咱们比如说,2013年,我们提出了实施单独二孩,2015年,我们放开全面二孩,并相应的对法律都进行了一些调整。 此次优化生育政策,实施三孩政策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,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,也延续我国的人口红利。 当然我们也说,法律的确认只是中国三孩时代的开端,也是更多配套政策正式落地的开端。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,我们需要在三孩时代细化落实法律规定的相关配套生育政策,为有生育三孩意愿的家庭来解除他们的疾难仇判,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。 只有这样,三孩政策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效果,三孩时代也才能真正成为更多人向往中的一种生活。 多嘞,今儿就跟您聊到这儿,下期新闻众讨观,大厨能跟您接着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